所以你所有的Layout其實都是從這邊 那當然你透過ADT的話 你可以其實是可以自己去拉 但是習慣之後你會覺得說 它這個Tool並不是那麼好用 比如說我今天 來拉一個Button 其實我是可以這樣子拉一發的進來 那你就會看到它的SML會有做一些改變 然後再來就是 其他就是像這邊有 resources其實還有其他的東西 重要的就是所謂的這個Drogo Drogo就是放你的Do 那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有所謂的HDPI 然後DPI跟NTBI 這是跟MultipleRessources有關 但是MultipleRessources今天我不講 因為MultipleRessources這個一講起來 可能又是一兩小時過去了 那整個ResourceFolder 其實Google把ResourceFolder定的很複雜 SDKDocuments其實也有份Documents 專門講ResourceFolder 但是我覺得大家其實是很容易感不清楚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經常用的大概都是這幾項 其實我要講一下View 那我剛剛講 我剛剛會有個View 有個XML這樣在設計 那其實 Android的 你要設計一個UI 你的桌子其實都是從View開始 就是所謂的Layout開始 那我們剛剛講Layout就是 它就叫做View Group 所有View Group都是計程式 那所有的Layout都是計程式 View Group 比如你有看到說 LinionLayout LatingLayout 然後什麼ExcelLayout 其實都是計程式View Group 所謂View Group 就是一群的View的組合 那 View Group裡面可以含View 它View是什麼 View就是像我剛剛講 TestView就是寫一串文字 或者是Button 那都是View 那Android的Layout的Define 它是Define成一個Tree狀 一個View hierarchy 它是一個Tree狀 它是一個Tree狀 待會 算了 那待會 可能沒時間 它其實有Tool 可以讓大家看UI上面的 一些View hierarchy 那 它這樣Design的話 其實是很有結構 但是 它並不是一個很好的Design 就是 它等於是你整個在RenderView 或者是說你在做轉向 不慘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 對Portomers都是很不好 因為它必須要把整個 整個Tree狗輸過一遍 它才能 它才能畫出你的 你的一個 你的一整個UI 所以它的Portomers 在Portomers設計上 並不是很好 那 這是我剛剛 帶大家講 就是 你可以 有一個 就是建一個Layout XM 然後你可以 加一個Button 那加一個Button來說的話 基本上 我們剛剛加了Button 進去 你會看到這邊會有一個 Text 然後Text 這邊會有一個 一串文字 就是說我這邊的 我這一個 這一串 這個Button 上面要秀什麼文字 然後 還有它的ID 那這ID的話 就是你之後 再存取這個Button 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就是你必須要靠這個ID 你才能知道說 我八人在哪裡 我大概再寫一段課 讓大家看一下 那還有就是它的寬度跟高度 那這邊來說的話 這邊有一所謂的 Rap Content 就是我文字多長 我就是多長 高度多高就是多高 這叫Rap Content 然後Fear Parent 就是 現在不叫Fear Parent 現在在Beat Parent 就是跟你的Parents 同樣的長度 或同樣的寬度 或同樣的高度 那你當然可以指定 指定實體的Pixel 或是之類的東西 那我先看 那讓大家 各位看 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 像我們現在看Text 這邊我會有一個 String 就是小小組 符號 然後String Katload 這個東西表示說 它是一個Resource 後面這個Katload 是它的Resource的ID 所以 你會看到這Values裡面 會有一個String.xml 然後它會 有一個叫Hello 那 這邊來講 就是它是實際上的文字 它這樣的Define 就是說 我不把實際上 我要Share的東西 直接用文字寫進去 就是說 我以後我要做 波波語系的時候 那我只要有不同版本的Xml 那我就可以做一個取代 那 在Resource 它的Resource folder 有一個東西叫做Qualic 就是 你現在看到像Dash HDPA 這個東西叫Qualify 那針對多國語系 也有它的Qualify 比如說怎麼Dash Dash EU 或者什麼Dash EES 那種西班牙文 Dash EES 它就是各種不同的語系 那你再去定那個Xml 那 你的String的Xml 其實 這邊其實 就是說 這個是定義String 它都是放在Values裡面 String 其實一定是放在Values 它其實是認這個 認Resource 然後裡面有一個String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String 它不是認檔名的 它是認這個Pag 所以你今天有Dash Dash 其實你可以放在Values ABC.xml 但是裡面的Xml 長相就是長的這樣子 那我們先看一下ID這個部分 先View一下 其實 我們要找ButtonOne這個東西的話 就很簡單 我就是用一個FindView ID 那跟它講 我要找ButtonOne 那這ID就是我們剛剛定義的 就是那個小號15號加ID 然後ButtonOne 這個東西 在這邊 這個 它的ID 所謂的加就是Create一個新的ID 那你如果沒有加的話 這個ID必須要是寄存的 所以 這個加號就是說 我要Create一個新的ID 叫Button01 那我在這邊就可以用 這邊取得 所以呢 我要 操作的時候 變成是 好 好 那 Import請 那我現在就得到一個Button的 Object Instance 那就是 代表的是那個Button 那今天我可以針對這個Button 我可以設定它的Pass 甚至我可以設定 它Unclick的動作是什麼 我今天要設定它Unclick 這個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我可以去呼叫它的SetUnclickList 這是一種方式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它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說 你可以 給一個比如說 Android Unclick 可以 這應該是 我應該用一個大學 欸 不是 什麼大 叫什麼 C要大學 Unclick 對 然後比如說叫ClickMe 那 這個東西的話 它 我可能就會在這裡面去定一個 我可能會去定一個ClickMe的這樣一個 一支Math 然後去對應到 我 XM這個Click 這兩個方法都可以用 那 第一種方法就是 用 SetUnclickList 那缺點就是說 我會多一個InnerClass 那InnerClass 其實 我個人建議 不太 不太建議用InnerClass InnerClass 對寫Program方便 而在Android跟Java裡面 它很容易造成Meroy Leak 因為它會 變成會咬出Instance 它並不是那麼好的一個做法 那盡量 避免用InnerClass 那 像 UnclickListen的 可以把它定義成 EternalClass 就盡量聽而已 定... EternalClass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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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程式跑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 基本上來說的話 你要跑一次程式的時候 你必須要... 你要... 必須要跑它的Verture Machine 你不要跑Verture Machine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先跑那隻東西 就是... 從我剛剛... 我先... 就是... 我從... Vindos這邊 我一個... Android SDK APT Manager 這個東西... 就是... 我要建議... 一個Verture Device 來跑我的程式 那... 這Verture Device 我們就叫... 就是... 模擬器 那... 我這邊已經有建好了幾個... 幾個... 幾個Verture Device 那我現在其實可以... 先... 先建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那... 我可以...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有個Verture Device 叫... S1 那我... 我剛剛講... 我的... 我剛剛... 層次我的Target 是... Google API Label 8 那... 我就是定義他們這個 那... 這邊的話... 你反而會說...